九州咽喉地 神经厄药区 这里古老而又年轻 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镶嵌在京时之间雄安之侧 历经时代的风云洗礼 绽放出耀眼的光彩 与时代的荣光 大家好 我是河北省定州市长张涛 很荣幸在这里介绍我的家乡定州 说它古老 是因为它有两千六百多年的建成石 是辐射周边的经济文化中心 从管仲筑城到连坡典将 从中山建国到厚燕定都 苏东坡 司马光等都曾在这里造福一方 顶州丰厚的文化底蕴 留下了数不尽的历史材质 这里有国家级文保单位九处 省级十五处 顶州博物馆的五万件文物 一百多件国家级一级文物 诠释了中山多美物的历史记载 古大官窑之一的定词 一寸克斯一寸金的定州克斯 更是勤劳智慧的定州人 奉献给古丝绸之路的最昂贵最精美的物品 定州创业的中山松落酒流传至今 1915年获巴达马万国博览会金奖 说他年轻是因为2013年 定州成为河北省指管市 时代又一次为定州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一个规划三百平方公里 容纳三百万人口的新兴区域中心城市 冉冉升起 这里是投资新业的宝地 定州地理位置优越 距北京一百八十公里 位于石家庄和雄安新区中间 距两地均为七十公里 京广高铁 京广澳高速 纵观南北 硕黄铁路和曲港高速 横穿东西 形成三高三铁双十字交叉口 栽好梧桐树 引得凤凰来 我们规划建设120平方公里的定州经济开发区 着力打造 精进研发定州转发 雄安研发定州制造的唯一中心 定州雄安产业新城建设如火如荼 叫向了投资定州 市市无忧的营商环境品牌 这里是产业聚集的沃土 与时代同步 与世界共舞 传统产业与现代科技融合发展 打造了两个产值上百亿的产业集群 以长安汽车为龙头 形成了160多家企业组成的汽车 及零福建产业集群 产品销往50多个国家和地区 400余家体育用品与医疗器械生产企业 有10多万从业人员 70多个自主品牌 形成了智能康复健身器具产业集群 这里由我国北方面积最大 品种最全的20万亩苗木发挥基地 产品辐射全国200多个城市和地区 形成以绿谷农业科技园为龙头的苗木发挥产业集群 在生物医药 资源循环利用 食品加工等九大产业的引领下 顶头正在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连续获评全国中小城市投资潜力百强 新型橙质化质量百强 晋级全国科技创新百强 入围全国县域经济强献 这里是旅游休闲的乐园 汉代的王侯墓群 唐代的文庙 宋代的开源寺塔 元代的清真寺 明代的南城门 清代的贡院 民国时期的燕阳出旧居 见证了定州的千年蒼藏 和曾经的辉煌 皇家葡萄酒庄 东盛生态园 中山百姓园 等特色观光农业 是您休闲度假的天然养霸 我们依托历史文化资源 打造即古城文化油 生态观光油 红色教育油与一体的京南旅游目的地 大美定州 期待您的到来 文明定州 文明九州 各位朋友 我是张涛 我为定州站台 在这里 诚邀大家选择定州 走进定州 融入定州 定州 欢迎迎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